建商金主这件事情 真的会影响一个民意代表 对于居住政策的表达吗 台湾历来的政治现金 建商是第一名 为什么建商最热衷 因为从地方到中央的立法部门 可能对于他们的利益 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确保他们在 不会都有他们所谓的利益的代言人 事实上都一定会有一些立委 完全反映在他对于很多法案的 不合理的等等 或者他阻挡等等 这如果我们今天有更多的年轻人 是直接的对于政策负责的 就是你是看这个人的政策 而不是看这个人 是不是常常放在看板上被你认识 你去投给他 然后让他来拥护对你的权益相关的 这些政策跟法案通过 这样子不管是交通议题 基督政议题 其实都可以往更好的方向走 发过来一下 新北的建商一直都是看板最大的提供者 他有空地也可以放工地也放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谁在新北里面这个板子最多的 基本上他就是 建商比较利品的人